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設等腰直角三角形ABC中 角C等90度且腰長為4 則BA向量與AC向量的內積 是等於下列哪一個答案 那首先呢我們畫一個圖在這裡 角C是直角 那麼我們在這裡呢標示 這是B這個是A 那麼這是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然後呢腰長為4 所以呢這長度是4 這長度是4 那麼斜邊啊就是4 根號2 那麼我們要求BA向量 與AC向量的內積 那麼這是等於BA向量的長度 去乘以這是AC向量的長度 再乘以他們之間 夾角的cos值 但是呢這時候我們注意到 BA向量是指向這裡 但AC向量呢是指向這裡 所以呢我們是這個方向 跟這個方向的夾角 所以呢要取這個角度 那麼這是一個等腰直角三角形 這個角度是45度 所以呢我們這兩向量的夾角呢 是135度 我們把它帶進來 好所以呢 然後呢BA向量的長度 這是4根號2 去乘以AC向量的長度 這是4 再乘以cos 135度 這是負的根號2分子1 所以呢在這裡 我們根號2跟這個根號2 約掉 4乘以4是16 再乘以負1呢 我們答案是等於負16 這個答案 因此呢我們這裡的答案要選 D 這個答案 是這個答案 感谢观看